好 議員 實際感受這個體驗 你覺得怎麼樣 非常的神奇 我在看過廣告 這樣子一個功能 自動倒車輔助 自動倒車功能 三系的時候這個廣告 但是你這個清真試驗之後 就覺得非常棒 我還很擔心 萬一這個系統出現差錯 萬一突出怎麼辦 就沒有對不對 而且很準 非常準確 所以在對於一些 對於向盜狹窄的 或是對倒車技術 沒那麼在行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輔助功能 回去就可以跟太太說 這個很加分 是 沒錯 那志欣推薦BMW E8i 其實它的一系列 這一次它有追加 兩個很特別的版本 今天是情依 對 分別是這個 E8i的Sport Edition 跟E8i的M Edition 所謂M就是這個M Sport Edition 像這台就是我們的M Edition 我想這也是能符合 不管是議員本人 或者是太太 我想都是會比較偏好的神車 這是限量的嗎 這是限量 像這個車款 只有限量100台 100台 當然100台 我們講說在所謂限量部分 有哪一些可以我們去介紹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講說 是M Sport的外觀 套件 特別帥氣 當然在內裝部分 還有許多更超值的部分 首先我們就外觀來做一個介紹 首先看到這個在外觀部分 這個水箱護罩是不是有 顏色上是不是比較特殊 對 這個是有另外選配嗎 這有另外選配 它大概有選配1萬6 是包含黑色的水箱護罩 與後方的排氣尾管有黑色的塗裝 因為黑色大家會覺得好像更殺氣 比較猛一點 再來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車色 是屬於一個叫做這個 Stone Bay 就是所謂的風暴灰 所以這個灰看起來 這個顏色特別漂亮 有沒有看起來說不出口 可是又覺得這好好看 有點藍 有點灰 因為剛開進來的時候 所有的人 我們在座所有人 看到它的時候都說 這個顏色好看 沒錯 真的好吃 而且很特殊 沒有外面還沒有像類似這種顏色的車子 藝人在不在意這些 很在意 因為很多女性看就是外觀族 這個車色很漂亮 的確Individual這個加選 大概是在3萬2千塊 還是要加選的部分 再來是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側面 側面的話 基本上這個鋁圈的部分 這也是屬於M-Sport的套件 它配的是一個225 40 18 18吋的雙樂式的M-Sport的鋁圈 看起來是不是圈也很漂亮 運動感十足 一些扁平比是足夠的 再來當然這個馬力上面跟118A 就是我們講說1.5三缸的 渦輪增加引擎 馬力有140匹 搭配起來其實還算蠻精巧 0到100是8.5秒 所以相信不管您開或太太開 趕花 稍微 或者以後小孩開 小孩不要開太快 你看爸爸就是會 限速功能 沒錯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個功能 首先我先把這個車輛上鎖 上鎖 我們同時按場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功能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因為我目前有這個 鑰匙在手上 我只要接近這個車 它是這麼幫你開嗎 真的蠻好開 然後迎冰燈就亮了 你看它的迎冰燈 迎冰光彈 B&W 所以避免暗夜中 可能踩到一坨水 稍微有個 這個讓你稍微緩衝一下 所以智能的功能連結 現在越來越強了 對 它除了這個 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手上的這個鑰匙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做Digital Key 所以其實這兩個都是可以 去讓車子做啟動跟解鎖 所以你平常戴這個出去也可以 也可以你就放在皮包裡面 有時候你可能兩個都戴 方便上 有時候真的忘記戴 因為一般我們在講說 Keyles 你怎麼樣 你手還要再伸進去解鎖 它現在你根本也不用這個動作 它還靠近三公尺 它自然就會解鎖 氣氛燈也會稍微出來 另外我覺得這台車 我們要講了一下 就是在整個的內裝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從這個看過去 非常漂亮 藝人覺得這個椅子怎麼樣 非常運動感 有沒有覺得桶型 M型的 這個桶型的賽車座椅 看起來有流口水 很熱血 很熱血對不對 請問桶型座椅要加錢嗎 這個不用 這在M&T型是標準的配備 再來是看到它的內裝的 後面的這個座椅 你看它這個藍色縫線 搭配這個不織布格紋的 這樣子的搭配 而且它的那個線本身 就好像有隱隱有些光澤 你會覺得它是有在透亮 我覺得真的是內外 都讓大家覺得有亮點 這個很重要 內外兼美的一部車 沒錯 好 再看到車尾的部分 車尾部分我們可以首先看到 在上方有一個上方的老流 當然在鋼炮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具備 非常加分的一個美型的後老流 而且你從側面看老流 其實很漂亮 很漂亮 小鴨尾 小鴨尾的功能 在整個的後尾燈部分 它是一個比較壓扁 你看它這種造型這樣 斜下來在壓扁 所以它有個這種賽車的競技感 搭配了這個黑化的夏老流 剛才有提到說 我們在跟水箱護照嘉訓的時候 有一個排氣式管 它的外管是黑的 所以看起來側面上會更有張力 我有一個問題 像你流行做雙出管 為什麼這輛還是只有帶出來 這個是貨真駕駛的排氣管 絕大部分的雙出 通常都是假的 有些是其中一方雙出 但是你特別進去看說 原來裡面還有一個圓管 它只是看起來比較有張力一點 所以這個是屬於外型的部分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心理箱 心理空間 心理箱空間這邊 也幫藝人準備好了 就是這邊是屬於交車裡的部分 待會兒您簽好單 這個車就可以看到 那可以再多要兩個水壺嗎 水壺沒問題 我個人送您 藝人真的心動了 水壺還滿好用的 所以就心理箱而言這個大概有 380公升左右 雖然小巧玲瓏 但是我想藝人趕湯 跑湯 我想這樣應該也還勉強足夠 家庭購物不要太多 應該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就是日常用 你真的需要大空間 你有一台休旅車了 對不對 所以說天購第二台車 你就不會選屬性一模一樣 對 就沒意思了 對 你就要有個性化一點 出去人家覺得 你突然年齡有降低 有 然後不一樣 多一點年輕的選票 開起來感覺也不一樣 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下來看那一張 好 張士高議員今天真的是 想為自己也為太太 找這第二部車 所以我們就請小蘭 以女性駕駛的身分 來好好的帶議員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台車適不適合女性開 它又有哪些特別吸引人的點 好 其實我剛剛還滿擔心 因為我剛剛看議員看到前面 外觀那些套件都已經熱血沸騰 我現在很擔心你一坐上這個椅子之後 然後你就會跟你的老婆搶車開 很少非買不可 是 因為其實這一台 就像剛剛志欣哥講的 它是EDITION M 所以基本上它在內裝也有很多的 就是M款的一個套件 比方說我們現在坐的這個椅子 包覆性非常好的椅子 它其實是 對 它是Akandara 跟這種高級的織布 兩個所交織而成的一個座椅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座椅的造型 其實包覆感是非常好的 小蘭自己是習慣把椅子降到最低 對 其實像很多的先輩車 他們的 就可能說它的座椅都是比較高 但是沒有辦法到那麼低 但是它是可以像 我現在坐的是非常低 就比較適合激烈抄架的時候 可是如果今天 太太希望說我可以坐高一點的話 它也沒有問題 都是電動調整 是 而且再來就是說 它的一個視野的部分 當你坐高之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的A柱的設計 算是還滿剛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後照鏡 其實是做分離式的 分離式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就會比較不會有 所謂的死角跟盲區 這兩個之間有個視覺的空間 對 你可以從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去看 在左轉彎或是右轉彎的時候 就會特別的安全 其實像這一代的E系列 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 是它的科技感還有質感 都大幅的進過了 進化很多 對 比方說我們現在看到 這前面有兩個大型的 10.25吋的雙螢幕 而且它一樣 因為它導入了iDrive的一個系統 所以它一樣可以用聲控的 對 待會我們可以來試一下 那一定要先跟你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叫做光影式版 對 光影式版 因為現在大家都非常在意 車子裡有沒有氣氛燈 對 沒錯 我們都知道說 例如說像賓氏 它就是光條 整車看起來很有氣氛 可是BMW營造出來的方式 氛圍又很不一樣 我把我這一側的車門關起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 你看 我自己很喜歡 那我們現在來換色 我先把它喚醒 好 你好 BMW 換燈光顏色 請說出想要的燈光顏色 白色 我已經選擇白色 我很快 用暗的也可以 橙色的感覺 對吧 橙色 你看 因為玩意車內的氛圍就不一樣 很有那種夜店感 你有六種顏色 我禮拜一到週末 都可以用不同的心情出門 多好 是 但另外再配備的部分 像它也有BMW的原廠的智能導航 智能導航其實也很聰明 你只要跟它講目的地 它就會幫你導航 再來就是它還有 像現在大家最注重的 就是手機的連結功能 可是它是無線的 這太重要了 對 無線的 我們在車上就不用多了那一條線 來接手機 所以看起來視覺上 也比較不會那麼凌亂 所以它的Auto CarPlay也是無線 對 無線傳輸就對了 沒錯 無線的 然後另外在安全配備的部分 我覺得也非常齊全 比方說它有盲點偵測 後方交通警示 然後有導車顯影 像車道偏移警示 還有前方的一個防撞輔助系統 我覺得這些都相當的重要 果然妳現在椅子 是有座特別的前面嗎 對 因為我剛剛把它升高了 我如果現在稍微放下來一點 原來的位置大概是現在這樣子 因為我在想說 我腿部空間真的非常的不錯 然後還有就是 剛剛就講說這種不同材質 然後拼接起來的感覺很好 然後後座有獨立的珠峰口 又有兩個充電口 是不是非常的讚 我覺得這台車不只是女生 比方說太太或是將來 小朋友長大 她開這台車 我覺得這台車都非常的適合 是 我自己開車出去溜達 也很不錯 妳應該從此以後 就會一直開著這台車 所以你看達人推薦的 第一台看到實車 藝人 你打分數放在心裡 我們等一下要好好來比較一下 其他 後面有交車禮 我要多兩個水壺 沒錯 但真的要講的是 今天來到現場的 這個特別的版本 一進來的時候 包括外觀 內裝 真的獲得在場 所有人的一致讚賞 這是真的 我覺得有驚喜感